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助理分析师Jaden 俗话说新冠上任三把火 但是英国的新首相特拉斯玩了一把萤火烧身 上演了史诗级大脸 那他这个首相还能干多久呢 特拉斯在9月推出的迷你预算案 在10月初就受到了冲击 他不得不取消了降低45%最高个人所得税的计划 整个迷你预算案预计减税额度高达450亿 除了降低最高个人所得税 还包括提高支付印花税的门槛 取消提高企业所得税计划等等一系列措施 上世纪80年代 里根和萨切尔都用过这一招 通过减税促进富人投资 带动经济 最终大家受益 但是现在通胀高起 英国经济堪忧 大家这个冬天能不能付的几电费账单都不确定 自然对便宜富人的减税政策不买账 而且这是一步险棘 政府需要举债支持政策 那么未来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都会大幅增长 由于疫情 英国的财政赤字已经是50年以来的历史高点 经济是否真能被带动还不确定 这钱却是实实在在要还的 因此特拉斯在公布预算案后 英国股债汇急错 英镑跳水之历史低点 英国央行不得不出手干预 阻止债券市场崩溃 在购债即将结束的一周 英国央行每日购买的长期国债数量增加了一倍 虽然计划初衷是稳定市场 但是陡增的购债数量 加深了投资者的不安 提醒着投资者市场的动荡 本周五央行的临时购债计划将要结束 英镑会面临进一步的考验 同时 英国政府本月底将提前公布财政计划 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认为 财政宽松政策将促使11月做出重大而必要的货币政策回应 那么会有多重大呢 我们认为可能不会是市场所溢区的1B25个基点那么高 毕竟需要考虑抵押贷款市场的压力 因此加息100个基点或75个基点的可能性更大 有可能是11月加息75个基点 12月再加75个基点 特拉斯靠着蒙打减税派获得了保守党的支持 但是普通民众并不买账 英国民调机构YouGov显示 反对党的支持率为52% 已经领先于保守党的22% 并且53%的受访者表示 特拉斯应该辞职 英国已经在六年内换了四人首相 特拉斯本来还有两年多的时间证明自己的能力 为下次大选做准备 然而这次史诗级打脸之后有内阁成员预测 特拉斯已与下届首相无援 共有甚者预测保守党会舍弃特拉斯 发起不信任投票 那么他可能将在一年内下台 在2022年剩下的几个月 英国除了面临经济增长乏力 通胀高企 美元强势这些各国通病 还有整个欧洲都要解决的能源问题 另外还要面对脱欧后的经贸关系重塑 英国和欧盟 北爱尔兰 苏格兰的问题等等 这种特拉斯所说 英国需要改变不能维持现状 但是英国需要更具体的路径 和强大的政治意志 而不单单是口号和激情 我们目前看不到特拉斯能给出一个答案 英镑将被投资者重新审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